早安书店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在今天的早安书店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要跟您介绍这个月的光华杂志 这个月的光华杂志里面 有好多好多我们看了非常感人的话题 它的主题叫做天使跨国越境传爱 介绍的是哪些到台湾来传爱的天使呢 来要跟您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有两位的受访者 首先第一位我们要先聊的 这位是光华杂志的文字编辑 陈群芳 群芳您早 夏大哥早安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 是谢谢 谢谢您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群芳在这一题的天使跨国越境传爱的主题里面 我看到一开始你们有一个很棒很棒的设计 因为要介绍这五位天使 事实上他们来台的这个年代 有早有晚 所以你们用了一个编年的方式来呈现 让所有的读者能够一目了然 看得很清楚这五位天使是什么时候在台湾来做了哪些事情 解明二要 这个点子是谁的 我好佩服他 这个算是我们编辑部蛮创新的尝试 就是想说因为那个每一个传教士他来台湾时间不一样嘛 然后我们用一个年表的方式是我们的那个每边 这次设计的每边发想的创意 然后让我们大家就是我们去挑选每一个传教士他一些重要的地势 然后他搭配照片 然后做那个可爱小小的那个图示 是 然后让大家一目了然这样 我们经常会在各平面媒体上面也读到这些 到台湾来传爱的这些天使他们的事迹的报道 可是呢 这一次我们在光华杂志里面 我要跟大家来介绍连线介绍的这两天报道 其实好像在报章杂志上读到的比较少 它的领域也比较不一样 第一位呢 我们现在要跟您访问的群芳呢 他要跟我们介绍丁松青神父 哎 群芳要麻烦您来解说一下 丁松青神父在台湾做了哪些事情 一般我们通常知道传教师他来台湾 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医疗 所以他可能从医疗方面做手 那丁松青神父比较特别的是 他本身是喜欢艺术学画画的 然后他是用艺术这件事情来传递天赋的爱 所以他跟一般我们比较知道的神父是不太一样 那么他在台湾的哪一块土地上面来做了哪些事情呢 丁松青神父他是在我们新竹县武丰乡的青泉部落 他在那边已经待了四十年 从二十五岁就很年轻就已经来到这里 然后一直都待在那个青泉的天主堂这样 那青泉天主堂本来的样子 就是我们大家认知想象中的那个教堂是比较素雅 然后可能因为年代久远 所以他其实比较斑驳 可是现在就是我们采访的时候去到的天主堂 跟我们想象的很不一样 因为他颜色很缤纷 里面就是那个神父创作的彩绘玻璃 就是他走进去你很像是到一个艺术的殿堂里面 因为有很多的作品 有色金故事 那也有泰雅族的神话故事 在这边的孩子们 他们可以感受到丁神父怎样的爱呢 丁神父他早年 他刚去青泉部落的时候 因为部落的资源其实是比较不足 也比较环境比较封闭 可是他刚去到部落的时候 他其实很想让大家认同自己 所以他在创作的时候 他会把泰雅族的元素放进他的作品里面 然后用他们泰雅族的故事来讲圣经的故事 就是他会把他们串起来 然后也会让他们的青年来演戏 就是他办一些活动 然后凝聚大家的感情 这些孩子们好像因为参与了这些活动 其实找到了一些方向 因为你有时候大家会对自己 尤其可能原住民他们会对自己的成分 就是不是这么认同 或是他不知道自己的文化 其实是很有渊源 然后是很深厚的 那他们可能我们都只看到外面 就是一直很羡慕外在 然后很羡慕独死 可是那个丁神父会 就是他用他的方式 然后让大家 让这些青年们 他们去认同自己的文化 听方啊 刚刚你所提到说 有关于这个教堂的修缮 其实是后来经过丁神父 他的很重要 他到处去募款 对不对 然后里面的这些彩绘玻璃 都是他自己的创作 我倒是蛮好奇的 他的对美学的坚持 你们在受访的时候 有没有跟你提到过一些 他的一些想法 丁神父对美学坚持 我们采访那天 非常强烈感受到 因为我们那天 跟他约了采访的时间 然后到了现场之后 神父说他有一点事情 要去附近看一个 算是公共建设 就他们附近要做一个 社区美化的工程 然后是政府的工程 可是因为他是党底人嘛 他就是他会去那里看一下 说了解一下 然后他就发现 那个工程的一个设计图 就是你执行的 跟你设计的不太一样 所以他就是跟 就是跟施工的人员在讨论 那一开始他 神父也以为 他可能只需要个半小时的时间 结果他花了三个小时 他很坚持那个 某一面那个彩绘的线条 因为他那个是一个 有波度的波卡 他一个波卡 所以他的 如果我们是 他们施工的时候 是以水平线去做 他就可能画一个线条 这样子 可是如果你用视觉上 因为波卡是写的嘛 你如果用水平线 他其实是会有一点点歪 就他不是平行的 那神父他对于视觉上 舒不舒服这件事情 他很执着 所以他很坚持 他希望那个施工的人员 可以看出这两者之间的差异 所以他就非常有耐心的 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 跟他们沟通 然后就是居民经过啊 他都会请大家来看一下 因为他说他也怕自己有盲点 他看的不是正确的嘛 那如果大家都认同他的想法 那是不是也可以说服那个施工单位 去做这样子的调整 所以哦 所以你这样来看 每一位到台湾来传爱的天使 他们除了自己专业上的坚持 还有就是他们对于传爱这件事情的使命感 也是跟着他的坚持一样 都很可贵哦 而且他们虽然他们长的是外国人的面孔 可是他们实际上来台湾的时间已经 大部分都已经大于他们的年岁 他们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已经 就是在这块土地上 他们讲的中文甚至台语都很流利 然后有的神父会讲原住民语 所以他们可能比台湾人更台湾人 而且他们很愿意花自己的时间 去为他们在的地方去做付出 好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 为您访问光华杂志的文字编辑 陈群芳 请他呢 跟大家介绍这一期的光华杂志里面的主题 天使跨国越境传爱 当中的第一篇 我们要介绍的 这是丁松青神父 他到台湾来传爱 那么待会呢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要跟您来访问另外一位编辑 请他介绍另外一篇文章 群芳 先谢谢你咯 谢谢您 早安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所进行的单元是早安书店 我是夏志平 在今天早安书店里面 我们要跟您介绍这一期的光华杂志 刚刚呢 群芳已经跟大家聊过丁松青神父了 接下来我们要跟您来介绍密克林神父的这一篇专文 他的撰稿者呢是邓慧纯 慧纯你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谢谢你一早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密克林神父我们好像比较少听到他的名字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位神父 密克林神父事实上他是 大家如果听到蓝阳舞蹈团大概就知道 他事实上是蓝阳舞蹈团的创办人 赫赫有名 是是是 他在蓝阳舞蹈团的创立之后 他做了哪些事情呢 其实他大概来台湾已经50年了 然后64年的时候来台湾 然后隔两年之后就成立了蓝阳舞蹈团 那时候因为他是属于领音会的系统 因为系统事实上在台湾已经在医疗方面 已经生根很多年了 那他在台湾之后 他觉得事实上应该还有一些更值得 让他可以去做的事情 那密神父事实上出生是意大利 意大利是一个非常讲究文化艺术气息的国度 那他也看到台湾在这方面的欠缺 所以他就创办蓝牙舞蹈团 然后希望让台湾的孩子能够去 从小就接触文化艺术 然后知道什么样是真正的生活 是 提起了蓝阳舞蹈团 我相信他的知名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大家都在想说 这么样的一个在国际间扬名的舞蹈团 事实上他的诞生过程应该也是充满了这个曲折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这一期你所采访的内容里面 大致上要怎么样去跟我们的读者来说 密神父他的这些在台湾这些伟大的传爱经过 密神父他当初事实上要成立这个蓝阳青年会 事实上在他们那个领医会的系统里面 事实上也有一些讨论 那所幸他是排除众议之后 成立了这个协会 那成立了蓝阳舞蹈团之后 因为蓝阳舞蹈团在 首先是先在国内各个 各个舞蹈比赛当中表现的很优异 那事实上密神父来台湾他当初就知道 大概在1970年代是属于台湾 刚好这里面临一波退出联合国 然后帮交国都分喷断交的时候 那密神父觉得说 事实上台湾不能只是在台湾 所以他觉得更重要的是要走过去 所以他大概在74年的时候 他就第一次带了蓝阳舞蹈团到欧洲去表演 那蓝阳舞蹈团也是第一组在教宗面前 现役的表演艺术团体 而且他们在国外得到了很多大奖 对不对 对 事实上就是 刚才大概其实都是大概属于表演的形式 那后来的话是有参加过一些 参加过一些像世界民族舞蹈大赛 然后得到一些最受欢迎的奖 然后也因为这个机缘 然后张密神父再去带出 后来蓝阳舞蹈团到了奥运去表演 奥运的那个艺术学去表演 然后更进一步让台湾成为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下CIOFF的会员国 是 在整个采访的过程里面 你觉得密神父带给你最大的感动是什么 就是在言谈之间 还有就是 maybe是他所传递出来的讯息 你觉得哪里是让你动容的 密神父他事实上 他现在讲话还是有一点点不是那么标准的口音 可是他一直用他那个很不标准的中文跟我说 他就是坚持要做越困难的事情 他越是要去达成 像我去访问当初一起访问的执行长 他也跟我说密神父有一种侠客的精神 别人越看不起我们 他越要做给人家看 所以不管是成立南亚舞蹈团 或是带着这个团体到国外去 事实上那时候可能有一些在国外 有一些受到那个共产国家的阻挠 或是一些因为我们邦交国不多嘛 然后可能临时各式各样的情况都发生过 那还是不管怎么样 他都是说我就是要带学生去那边表演 让大家知道台湾有这么美的文化 是 那你到了这个蓝亚舞蹈团去采访 有没有看到那个团员们的演出呢 我那天看到的是像是芭蕾舞班的上课 然后因为刚好他们前几天就有一个表演在宜兰 所以就没有看到他们舞蹈团 那你可以帮我们形容一下 这些孩子们在演出的时候 他们所你感受到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这些氛围好不好 我是刚好看到他们晚上在练习的课程 事实上舞蹈团他们那个会所事实上并不是很新 然后可能地板 木头的地板有一些还有一些补过的痕迹 可是事实上就是不管是从又出接班 然后到进接班 每个小孩子就是很努力的 很努力的在那样子的情况 然后神父也都每个晚上都陪他们 去那边看他们上课的情况 势必公亲啊 对对对 他每天晚上都会去看说 每天上课的进度怎么样 他认得每一个小朋友 然后知道他大概从以前现在 从以前可能学的不是很好到现在有这样怎么样的进步 哇所以在整个采访的过程应该是如沐春风吧 是是是 哇好羡慕你们了 都可以去这么棒的地方采访 然后有这么好的人生经验 是 好这个会不会跳舞啊 我不会 然后参观完会想要去成为舞蹈团的成员吗 会没办法舞蹈团的那个太难了啦 可是会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去动一下 对 你看我就是这样子在讲 就是说每次啊 读到你们光华杂志的文章的时候 会觉得就是像这样子 刚刚我所说的 就是说我并不是那么的会跳舞 但是我会想说 对我要去试试看 我应该要尝试一下 感受到那个 那个沉浸在舞蹈或者是 呃艺术里面的氛围 我今天不会跳舞 可是我想动一动肢体 我今天不会画画 但是呢 我想尝试了拿笔 呃 去画出我想画的东西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读你们光华杂志 最棒最棒的一些感受了 谢谢 哦 好 呃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在节目中 跟您介绍这一期 也就是三月份的光华杂志 光华杂志这一期的主题叫做 天使跨国越境传爱 介绍了这么多的 很棒很棒的天使 在这些传教的故事里面 他们为台湾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 而这些事情呢 都透过了光华杂志的报道 要告诉您的 不妨就买一本光华杂志来看一看吧 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 慧纯接受我们的访问 慧纯谢谢你咯 谢谢您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